那么县长对于各年龄层的学童教育相当忠视 在视察行程当中对于节安国小北洞旧有厕所的改建 也特别注意到了特教生的需求 211万元的改善经费也将会在7月初能够全面的完工启用 为了让学生能在学校安全学习 设施环境更加安全卫生 近期针对了节安国小旧有厕所进行改建工程 校长孙成伟表示 旧有厕所的改建让学校的环境卫生能够获得更好的改善 那这个厕所大概有22年的历史了 从22年来我们大概就只有两年前的地震 有申请过一些经费去做一点修缮 可是我们发现这个漏水的状况越来越严重 不仅是干净的清水会漏 甚至大家上厕所之后的污水也会漏 所以变成说非常难清理 小朋友也容易滑倒 那甚至这个水也会溢到走廊上来 造成非常的困扰 那所以我们就跟县政府反应 教会处反应 那非常谢谢县长 马上这个拨款 200多万 然后让我们改善 北栋123楼的三间厕所 这一次就厕所改善工程当中也特别针对了特教生所使用的区域进行规划 让特教生在学习空间上可以说是无后顾之忧 现在的老婆大部分还是有用关系 对我们现在一有我们有一个男女共用的一个无障碍的对 女生的部分现在的习惯还是有但是女侧部分我们因为女生有时候会生理不舒服的时候我们这边就有特别设计一个作变 杰安国小所提报的北栋厕所改善工程因年久失修 严重漏水且污水管破损造成了臭围4亿等情况 工程总经费约211万元 目前工程也预计在今年7月初完工 记者林杰杰安湘采访报道